筱云 女菜 зас 带出场 奴焜所有人的眼光 却手头 足利所有的人下向 一开口就融化 让所有耳朵疯狂 才看见怎么无法停着想想 闭上眼 拼着呼吸却更紧张 有多想获得你专属的青睐 说爱我 爱我去你的未来 Sleep sexy lumber don't know why 有你在平淡都是浪漫 感觉整个世界充满爱 你好我无所不在 Sweet sexy lover wonder why 有你在生活多些色彩 幸福原来这么简单 要不这样吧 找个时间你带我去外婆家 向他们好好解释解释 你现在去不成剑靶了吗 有你这个盾牌我还怕什么呀 再说了上次没给外婆过生日 我得好好给她赔个不是 他们既然对我这个促税症 这么好奇呢 我就去跟他们好好解释 你真是个傻瓜 好了 好了 以后不会让你担心了吗 绝对不会了 今天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国内MJ集团的总裁 在经上朔显示 不好意思 螺丝送了 殷总监 金总裁来了 金总裁 这位就是我们的音缘 殷总监 你好 让你久等了 你好 欢迎金总裁 殷总监 金总裁的行程有些改案 刚刚在车上我们已经确认过了 如果我们准备好的话 可以随时开始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就怕耽误金总裁的时间呢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好 没问题 请坐 那我们就根据追起了专访纲要 提几个简单的问题 然后我们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 看这边 开机 五 四 三 二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加油购物的节目总监姻缘 今天非常高兴地请到了 国内MJ集团的总裁 金上硕先生 金总裁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打个招呼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MJ集团的金上硕 今天金总裁来到这里 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那就是MJ集团 将和我们加油购物 进行战略合作 以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就可以以最优惠的价格 购买到MJ最流行 最新的当季单品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有几个问题 希望和金总裁沟通一下 好 今天非常感谢金总裁 能够来到我们这里 跟我们一起分享 这么好的消息 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多多关注加油购物平台 谢谢金总裁 不甘心 好了吗 好 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们先送金总裁去机场 好好好 幸会 幸会 一路平安 辛苦了 再见 收工了 我刚才的表现怎么样 有好好拍我吗 表情管理得很好啊 跟平常不太一样 什么叫跟平常不太一样 我平常什么样了 就像现在这样 我刚才说 收手 也有一个 你根本就想帮我 人是 不因为生肥 你看看 他在那一亿 是 张小帆 走 跟我去趟万洋 好 把材料都带好 是 是这样 其实这个报价 先别说了 不是和钱总有关系吗 没有 你就别瞎猜了 我这儿还有好多事 我先不跟你聊了 这样的话呢 我想把这边要好处理 这个嘛 我这里提供给你就行了 黄总监 来 那是 那是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家乡合作 对 接下来有机会呢 谢谢 怎么了 没事 快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黄总监为什么会在万洋 为什么他们又凑在一起 淑妃 你在这儿干吗 张小帆 万洋到底是干什么呢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有些事我希望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好好开发你的商品 别像我一样身不由己 张小帆 我们是朋友吧 既然是朋友 你就不应该对我有所隐瞒 我是不希望你遇到危险 所以拜托你千万别管了 好 菲菲 你回来了 我跟你说个事 今天我在万洋看到黄总监了 万洋 你新开发的厂商吗 不是 是张晓帆的厂商 然后呢 我觉得很奇怪 他们公司的商品 几乎都报过两次价 而且在那儿看到黄总监 也不太正常吧 这有什么不正常的呀 黄总监离开我们公司 就不能去别的公司上班了吗 不是的 我只是觉得不对劲 你不觉得很多事情 都是因为你多管闲事 才变复杂的吗 菲菲 你怎么这么说 我说错了 就好比于其然当时给我写信 我没有回 本来不管你的事 你却回了 结果呢 所以我麻烦你 收起你的好奇心 跟你没关系的事 你就别管了行吗 菲菲 那是他 现在我们就 joining 类似的不知道 要等一个班 您是你们家里面坐欢迎 Vacuk 所以我联益 但条小顿不同 那otal行征 松鼠 喝一杯 我请你喝酒 好吗 你还挺有意思的 没完没了 现在我摆遍主意了 我不想走了 你走吧 你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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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滚的是你啊 你 这么好的英雄救美的机会你不要 坐在这里看戏呢 我觉得你一个人就万富莫敌 根本不需要我 我就把它当作一种赞美了 我去说 你喝什么呀 我请客 白开水 你不喝酒啊 不是啊 是不想和你喝酒 是不是怕你叫马倩倩说你啊 你说这离了婚了 还那么在意别人的感受 累不累啊 不过我看你也挺像那杯 温温吞吞的白开水的 一点都不刺激 难怪人家马倩倩会离开你啊 谁说的 我说的 怎么 不服气啊 你不服气 就证明给我看啊 酒量不错 来 记得开心 干杯 干杯 好呀 然后我们est by 不要走 你去过来 你去上海了 你去过来 你去以后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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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就不该上那个女神的道 我有事先走了 记得把房钱借了 走啊 走 你还挺能喝的嘛 那是当然 你也不乱啊 还可以吧 是可以啊 草枝线啊 哪个哪个 这个吗 到 开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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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这这这这这这 快了 快了 开门开门开门 喝多了吧 什么呀 你是不是喝多了 真的不喝了 我觉得你肯定喝多了 再来啊再喝 你要喝酒吗 有 有啊 你要喝吗 黑心 后面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不对不对 这一定是一场恶魔 你 你看看 我就照你上次说的那个意思 就这么做了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没关系的 能请到家有购物的头牌主席 来卖我们的商品 等多久都没关系了 你说实吧 非 林小姐 你能来 是我们的福气 林总你太客气了 你肯答应 卖这个商品 我真的很开心 这是我的工作 任何厂商都一样的 这次商品的资料我看过了 我觉得双效合一这个概念 已经过时了 而且这样会给观众 一种廉价的感觉 我觉得可不可以 就只强调一种功效 我没有意见 让林飞做主就好 做节目我们不太懂 你拿成一把 好 那就用纯净这个做主推 你们觉得怎么样 刚好 我跟你想的一样 我准备用比较干净的画面 来呈现这次的商品 大概的感觉 就像这样 我觉得 这个比较好 对 蓝色的还不错 对 看起来比较合适 那商品部分就这样了 好 好 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 今天就到这儿吧 麻烦你们了 我脑 瞧你客气的 是我们麻烦你才对呀 这样吧 老林啊 我们俩今天做东 好好谢谢大家 不用那么客气了 都是公事 公事公办就好 老林啊 今天讨论的挺顺利的 都达成公事了 我看这事啊 也不是那么困难嘛 我手机呢 在这儿呢 夏大哥 你先回去吧 我们明天办公事见 好好好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是我希望这次 和你们公司的合作 你不要放太多的私人感情 在里面 你放心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给你 带来任何困扰的 还有 我不希望公司里的人 知道我们的关系 因为现在 我还是没有办法 轻易相信你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一定用行动证明 让你知道 我已经改过自新了 这个人 是你男朋友吗 跟你没有关系 你先走吧 于其然 什么事 我知道你想跟我分手 但是毕竟 我们在同一家公司上班 你就一定要 让我这么难堪吗 如果我的态度 让你不高兴的话 那我会多注意 谢谢提醒 请进 尹总监 你找我 有事啊 没事我就不能找你吗 我不找你 你就一直等着我 没有 哦 我那什么忙 他们我 我我我我 我什么呀 你该不会是把酒店的事忘了吧 什 什么什么酒店啊 我完全没印象 那个 哦 你说昨天晚上啊 我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真的真的 一点印象都没有 发生什么 我完全记不起来 你以为你说你没有印象 就可以推卸得一干二净吗 没有 没有要推卸责任 就是 我只是 外派账单呢 不用报账吗 你 你找我 是要账单啊 哎呀 你早说呀 那 那我回去拿 怎么了 还有事吗 那个 昨天晚上 你不是没印象了吗 什么时候想起来 什么时候再说吧 去吧 哦 慢点 慢点 等等 开灯 开灯 是啊 喝多了吧 是不是喝多了 我觉得你肯定喝多了 不可能 我们再来 昨晚你跟谁睡了 还不从睡着呢 没有跟谁睡啊 就我一个人睡的 你也不想想你们家 那个床有多硬 反应这么大干嘛 仙床硬 不会自己买啊 让你住在我家 就不错了 好看吗 走走走走 你别在这儿烦我 快走走 这人怎么回事呀 嗯 不请受伤就闭嘴 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啊 别管不该管的事 要不刀子可不长眼 别回头 那个歹徒只是拿刀威胁你 没有更进一步的动作 那你有没有看清她的长相 那还记不记得她体貌特征 比如说身高 体型 当时天色太黑了 她就在我身后 我 我没看清楚 舒飞 蓝天 你没事吧 受伤了没有 她没事 没有受伤 抓到人了吧 你先别急 我们正在做笔录 你仔细想一想 她有什么特征 是你记得的 虽然没看清楚她的长相 但是我感觉 她这么高 比我高半个头 然后穿了一身黑 其他的我真的没有看清楚 怎么会这样的 你又没有什么仇人 这无缘无故的 我也不知道 也不是无缘无故 我接到过电话的 电话 什么样的电话 我本来以为是卖保险 或者是卖房子的 我就把电话挂了 可是她还是一直打过来 还知道我是谁 知道我家在哪儿 她还说了 让我别多管闲事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我当时觉得 没什么就没告诉你 后来事情太多了 我就给忘了 那你仔细想一下 最近有没有和别人 发生过什么争执呢 或者是有没有管过 别人的闲事 管过别人的闲事 有一天我回小区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大叔 他在倒垃圾 然后我就多说了两句 说他那个垃圾是可回收的 然后他就说我多管闲事 不会是因为这个事吧 好些了吗 我到现在还能感受到 那把刀冰冷地抵在我的脖子上 别再想那些了 现在你该想的是 你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我也不知道我得罪过谁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 难道是林飞和学长吗 你再想一想 我真的不知道我和谁有仇 你这几天 除了公司还去了什么地方 我休假回来以后 哪儿都没去啊 我去过万阳 看到黄总监了 万阳 黄宁 难道万阳是他开的吗 那天我还看到 钱总 张晓帆 和黄总监在说话呢 这样的话呢 我想我这边也好听 这个嘛 只有我这里提供给你就行了 黄总监 是 张晓帆 万阳到底是干什么呢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是不希望你遇到危险 所以拜托你千万别管了 张晓帆还跟我说 让我别管这件事情 张晓帆这么说 威胁电话是那之后打来的吗 好像是 不 就是 我觉得 万阳公司有问题 你先不要轻举妄动 警方已经开始全面地 介入调查 还有 这几天上下班 你千万不要一个人先走 在公司等我下班再一起走 知道了吗 知道了 那我先回去了 那我先回去了 来 尝尝 blonde 子 自己是脚蛋 真实乱 我想到小鱼 去不许多贵 这款床垫是本店最热销的产品 是由天然乳胶制成的 含有防满的功能 它可以根据你不同的姿势 来计计你的睡姿 你可以翻身试试看 昨天有个订单出问题了 经理教你马上去一谈 好 行 如果你在家有购物购买的话 还可以贺赠天鹅绒备套子 还不快点拿起手中的电话 要买要快哦 你干吗 跟踪我 跟踪你 你谁啊 我看是你跟踪我才对吧 你好 一共是一千五百六十四元 钱包呢 我帮她接吧 好的 我以为你平时不吃小吃店的 我没你叫马倩倩那么娇贵 对 你还没说呢 说什么 你跟马倩倩为什么离婚呀 她是不是特别麻烦 那你和刘洋呢 又为什么分开啊 关你什么事啊 那我和马倩倩又关你什么事啊 我说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开始谈爱了什么 还得互相交代情史 这好像也不是我先开启的话题吧 我跟你说 其实我对你没那么感兴趣 我也不是那么想了解你 这得送我的 就当我谢谢你在家具店帮我买了单 多吃点啊 多少钱 一共是一百二十五元 找他呀 这位是电视台的康岛 这次他想做一个生活消费节目 要我介绍购物专家给他 我第一个就想到你了 这位是家有购物的金牌主持人林飞 对 康岛应该看过他的节目吧 看过 看过 而且印象很深刻 林小姐台风稳健 口条清晰 她跟姻缘比起来 还多了一份亲切感 如果你能到我们节目组 当固定嘉宾的话 我想啊 效果一定很好 康岛你过奖了 我现在还不能跟姻缘姐比呢 现在不能比 上了这个节目之后可就难说喽 不过我现在的金居约都是公司在打理 所以我也不能自作主张答应 这方面我来处理 只要林小姐有这个意愿 一切都好说 那就拜托了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好 陈董 我还有个会 我先走一步 好 走好 再见 再见 走 今天的事谢谢陈董了 你别对我这么客气 这次的合作 他们本来想找姻缘的 不过姻缘现在是 你们公司的领导了 不方便 我就顺水推舟地把你推出去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你要好好把握才是啊 谢谢陈董还想着我 我一定全力以赴 等你上了星级卫视 就是全国之名的主持人了 到时候 我还要请你多多关照我们的商品哪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我一定不会忘记陈董的 那 康岛这边还请陈董多多帮我说些好话 我们两个鱼帮水水帮鱼 互相帮衬 那没问题 电视台的康岛跟公司停了合作案 希望你可以去他的节目当固定嘉宾 公司这边想听过你的意见后再做决定 我觉得康岛找到我们公司 是对我们专业形象的肯定 对我们公司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不但可以增加我们的曝光度 还可以提升我们企业的整体形象 你难道没有考虑过植入的问题吗 我觉得生活消费节目有植入很正常 这不是什么问题 你身为一个商品推荐者 就必须对你推荐的商品负责 在公司里每件商品都要经过质量检验 但节目的植入呢 你能保证所有商品都没有夸大或不识吗 电视台没有必要拿炼制商品来打自己的脸吧 我是挺赞成林飞去的 既然我不主持了 公司总要培养一个明星主持人吧 如果你真的担心商品的质量问题的话 公司也不是没有检验的渠道多一道手续而已 所以换成你 你也会接这个节目 为什么不呢 这个例子一开 以后每个主持人都要求上电视台的节目 那我们对主持人还有什么约束力 那也得他们有着本事才行啊 我说你怎么那么死脑青 变通一下 他用我们公司的名义去推荐 我认为这非常不合适 这种急功近利的方法 对公司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们两位的意见我都听到了 就像应援说的 如果怀疑植入商品的质量 公司就多加一道制检手续来进行把关 如果其他的主持人想要有样学样 我们也有合同 可以做出最后的决定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算什么大问题 相反的 林飞的曝光率越高 那么公司的曝光率也会相应地提升 我们可以把这个广告做到效益最大化 这对公司来说是好事 总裁 我一定会努力的 这事就这么定了 继续努力 谢谢总裁 你今天在会议上 为什么初初针对我 我有更好的发展 让你这么不愉快吗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你选择的这条路并不适合你 而且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我有自己职业生涯上的规划 没有任何人可以替我去做选择 我也只是劝你 如果到时吃了亏 你也保护不了自己 请你别再以关心的名义 限制我的生活 我不是你的爱人 也不是你的下属 你的这些多余的关心对我来说 只会始终负担 我知道 你觉得我是一个出出茅座的新人 什么都不懂 但是我有自己处理事情的方式 不需要别人提点 分手是你提的 你就不要在分手之后 再来当好人 还有你家钥匙 我会找时间还你 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 怎样 我会找时间 在一起 不信任何人 不信任何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我真的没想到你会约我见面 我听老肖说啊 商品卖得很好 都供不应求了是吧 菲菲 你真有本事啊 说实话 爸爸很开心 你能不能别动不动 就说你是我爸爸 行 你怎么说都好 再说本来我也不配 你现在住在哪里啊 我一个人住哪儿都行 我就在那个老肖的厂里窝着 有个睡的地方就行了 都这么大年纪的人了 就不能找个相应的地方住吗 好啊 好啊 我一会儿啊 就去找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给你也留一金 你可以来住的 你高兴的时候啊 就来住个一两天 不不不 住多久都行 这样好吧 你不说话 这事就定了 菲菲 谢谢你 谢谢 外婆 这是我和淑菲给您的生日礼物 希望您收下 用不着 好生日都过了 送什么礼物啊 外婆 外婆 那天您生日 因为我临时有点事情 所以没赶上 这个礼物是我那天就买好的 你这孩子 哪有过完生日了 再给人家送礼物的 这点事都不懂 那 那就当 不是生日礼物 就当我对您的一片孝心 好吗 我听晶晶说 你病了 说是什么动不动 就会睡着的病 有那么严重吗 怎么会有人得这种怪病呢 外婆 不是说好不提这个的吗 那是你说的啊 我们从来没这么说过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病 这是个老毛病而已了 老毛病 喂喂喂 你猜多大呀 你就老毛病了 淑菲啊 你那个促睡症啊 我去网上查过了 好像治不好 妈 这个病是能控制的 能控制 能控制为什么 偏偏在我生日的时候 犯病啊 那是不是将来有一天 有了孩子 把孩子往那儿一放 说睡就睡 说昏倒就昏倒啊 你倒是说话呀 说呀 我说错了吗 外婆 淑菲的病 就和外婆的头痛 牙痛腰痛一样 不可能根治 但是 医生说 可以控制她的病情 减少发病次数 所以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不能这么说呀 你说你好好的一个孩子 为什么要去 去一个病人哪 直说吧 这件事我们不同意 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要和淑菲结婚 如果你们真不同意 至少要尊重我的决定 蓝天 你说什么呢 天天 你怎么这么跟妈妈说话 我告诉你啊 我不同意你们结婚 既然你们都反对 那就不用办什么婚礼了 我们去明证局 直接领证 领证 蓝天 你是认真的吗 对 明天我们就去领证 妈 你敢 天天 你怎么这么任性啊 结婚又不是过家家 淑菲你赶紧劝劝她呀 是啊蓝天 我们俩是认真的 如果你们执意不接受淑菲 我带她走就是了 你你你 天天 你要是赶走 你就别再回来 我告诉你 完了完了 又搞砸了 你这孩子 这个不听话真是 行了别哭了 等一下啊 你发什么神经啊 你怎么能在外婆面前 说那些话呢 外婆刚才像审犯人一样的审你 你还怪我对他们说那些话 我都不生气 你生什么气啊 再说了 你这样会让我在他们面前 很难做人的 你说我让你难做人 我是在替你出气 那你气出完了 他们接受我了吗 你只会让我更不讨人喜欢 我还里外不是人了 你现在还弄不清楚吗 无论你再怎么不对 他们都会原谅你 因为他们是你的家人 但是我不一样 我是一个外人 如果你再这么跟他们闹下去 他们肯定会认为 是我在教你跟他们反抗 我将来 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你是跟我过日子 又不是跟他们过 你不用担心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罩着你的 罩着我 你别忘了 现在不光是你外婆在反对 我妈那边还没松口呢 烦死了 我们俩明天就去把政领了 我倒要看看 他们有什么话好说 明天上午九点整 我在明政局等你 不见不散 你说什么呀 你疯了吧 你慢慢等吧 看我去不去 我没有疯 为了你我和家里的长辈 都闹翻了 你怎么能不去啊 你以为是闹着玩的吗 你是吃饭还是看电影啊 说得这么简单 我是约你去结婚啊 约吗 三妹 不约 不约 好 那我就在明政局一直等 要是一直等不到你 我就不走了 那你慢慢等吧 我肯定不会去的 哇 哟 呗 哟 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